HELLO 大家好 我是Henny 2020年似乎有個不太美妙的開頭 想突如其來的武漢肺炎 把病毒帶到了我們的面前 打亂了原有的生活步調 破壞了許多人的旅行計劃 人們開始戴上口罩躲在家裡 就連我原本有個在教中文的工作 也因為這個時期不太方便進程 而選擇在第一學期還沒結束 我就先辭去了我的工作 等待一個月的時間 確診病例從各位數來到了四位數 3月20號的晚上 澳洲政府宣布正式關閉國門 除了公民和勇軍身分者不得入境 今天是封國後的第二天 走在小鎮的街上 看不太出和平常有什麼異樣 大部分的商店依然開著 超市有滿滿的人潮 我仔細的數了一下戴口罩的人數 居然是零 但是來到了比較接近市中心的地方 街上的人明顯少了很多 車子也少了許多 餐廳和商場可以看到戴口罩的人 但多半都是華人的臉孔 而你打開新聞的時候 卻發現澳洲人居然還在海灘狂歡 享受著他們週末的陽光 一點都讓人感受不到有危機的感覺 這也逼得政府不得不關閉所有 非必要的公共場所 據說下禮拜二 我終於週末決定關閉學校了 其實我一直覺得 學校是一個非常非常危險的地方 因為學校的人 算是非常非常密集 我自己在的學校一個班 大概是15個人左右 雖然不多 可是這15個人 來自15個家庭 你不知道他們 平常1到5的時候 在什麼樣的學校 跟多少人在一起 每個禮拜都聚集在這裡 這也是為什麼 我不敢到學校的原因 超市開始補貨了 如果是早上去買東西的話 雞肉 雞蛋 麵包 這種名聲的食品 已經買得到了 但是中午過後 你能買到的 就變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少 超市還因為商品太早賣完了 所以提早在下午5點的時候 就已經先打烊了 據說這一次的鎖國 至少要持續半年以上 看著我的手機 每天跳出這種 倍數上真的確診人數 還有身邊的人 陸續的回台這種風潮 多不緊張 其實 我真的不知道這個時候 到底該不該回去 當我打開訂票網站的時候 就發現 就算我想回去 還訂不到機票 所以暫時呢 我選擇 先 留在這裡 至少我 不是住在非常市中心的地方 這個小鎮 目前 看起來還算安全 至少比起如果我到雪裡轉機再回家 這一段漫長的路 來得安全一些 緊接著澳洲要入洞了 有感和公共病毒可能會 同時流行起來 這會是我澳洲打工度假這一年 非常讓人難忘的一個經歷 比較慶幸的是 除了學校的工作 我原本的政治工作 現階段來說還算是正常的運作 只希望這次的疫情可以 趕快的能控制下來 然後可以回到我們原本生活的計畫 就讓人整理一下 大家討論的